人世间,讲述的是百姓的故事 百姓的人生,有幸福的时刻,也都有让人糟心的时刻 谁也不可能一帆风顺到老 剧中的乔春燕,看着咋渣呼呼的 没想到却一下子升职了,还分了楼房 成为这些人里面的佼佼者 可是周蓉呢? 她在大山里住山洞,过了几年苦日子 想要回去探亲,结果平化成在路上出了事 她把孩子送回去,自己在贵州一边上课一边等消息 结果平化成还是没回来 说起周蓉,她这一生过得并不算轻松 她明明那么优秀,可是这日子为啥过得还不如乔春燕呢? 被辜负的爱情 在光子片,周蓉的相貌数一数二 更重要的是她还非常有学问 她成绩好,父亲说砸锅卖铁也会供她上学 她可以说是他们那片里最优秀的女娃了 也许正是因为她的优秀 让弟弟秉坤看不上乔春燕吧 当年,她因为一首诗爱上了大她十几岁的冯化成 为了她,不惜离开家乡 远赴贵州追寻爱情 嫁给冯化成 跟父母决裂 住在山洞里 时不时还要忍受胃痛的毛病 更重要的是 冯化成当时还是反革命分子 但这些都没有阻挡周蓉对爱情的执着 她对父亲说 她这辈子都不会跟冯化成离婚 如果因为她牵连了家里 那么她就跟家里断绝关系 好不容易父母原谅了周蓉 她也可以回家过年了 结果在火车站 冯化成就因为一首歌引发了骚乱 她确实一点政治敏感度也没有 后面不仅自己被关 还连雷秉坤被公安局带走 后面据说她被平反了 而且她和周蓉都可以去上大学 结果日子一好 她风流的本性出来了 跟女学生乱搞 被周蓉发现 周蓉选择了离婚 周蓉为了爱情放弃了一切 却换来如此的结果 真是让人唏嘘 叛逆的女儿 虽然周蓉没有冯化成 可是她有蔡小光的不离不弃 也算幸福吧 没成想 她不争气的女儿跟她一样 让她不省心 目前的剧情里 周蓉因为冯化成的事情 把女儿养在母亲家 而母亲却脑溢血 秉坤为了不让父亲 大哥们为难 选择瞒着他们 于是她把郑娟接过来 照顾母亲和周蓉的女儿冯月 冯月跟郑娟的儿子 郑南一起长大 两个人互生情愫 可是这段感情 遭到了周蓉和秉坤的强烈反对 毕竟郑南对外一直秤是秉坤的儿子 如果他俩在一起了 外人怎么看 冯月不满母亲的干涉 于是去找了自己的父亲冯化成 当时冯化成已经跟周蓉离婚 冯化成为了保护女儿 就带着她去了法国 此时的周蓉本来打算独博 可是听说此事之后 放弃了考博 远赴法国去找女儿 最终在华人市场遇到了落魄的两人 周蓉接回女儿 冯化成便消失了 冯月觉得自己没脸回国 所以打算留在法国考学 周蓉无奈只好在法国找工作养活女儿 此时郑南在生父的帮助下已经被保送到哈佛留学 他去找冯月 周蓉看郑南如此优秀 不再阻拦 但没成想郑南却死了 周蓉跟女儿在法国待了12年 女儿也终于学成毕业 两个人决定回国 回国后 冯月交往了一位50多岁的已婚物流公司老板 然后成功上位成为老板娘 还创办了一家国际旅游公司 纵观周蓉这一生 自己为爱情不顾一切 女儿也为了爱情付出一切 最后嫁给了一个大自己十几岁的人 她和女儿的婚姻都不太顺遂 有人说周蓉活得不如乔春艳 也有人说周蓉的人生是几个乔春艳也比不上的 其实周蓉和乔春艳 他们都过着自己想要的人生 周蓉因为见过更广阔的世界 所以她更加追求精神世界的丰富多彩 年轻时她说要有信仰 这个时候她除了信仰爱情 还能信仰什么呢 不管她当时还是后来结婚 相信她都不后悔她当时的选择 而且她的世界也不只有爱情 她在追求爱情的同时 也在实现自己的理想 帮助大山里的孩子们了解外面的世界 成为他们走出大山的桥梁 后来她读大学 读研究生 又远赴法国 不管经历多少苦难 她都能勇敢地克服 也能让生活开出花来 她的精神世界一直是昂扬向上的 也许她没有世俗人眼里的幸福 可是她自己的内心却一直充满了幸福 幸福究竟是什么 这没有唯一的答案 也不是成就在别人口中 而是看你追求什么 是否达到内心的满足 在人生的最后时刻 你是否后悔当年的选择 你觉得谁生活得更幸福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